过了夏至,雨水渐少,小岛上只能依靠台风环流带来的水气,酷热的下午 汤姆城堡的书房里却依然清凉,书房的西南方开着一扇大窗 正好迎着这个季节的西南季风,加上窗外的水雾降温,吹进来的风是微凉的 汤姆打开抽屉,拿出了一张几十年前旧版的身份证,他说 这个是身份证,你今天所听到的一切,交通、教育等等 都要回到一个很基础的建设,就是身份认定的建设 东方联盟由亚洲十几个国家组成 联盟政府统一管理身份证的认定及发放 联盟里每个国家的身份证都是统一格式的 所有的资格权利都集中在这一张名片大小的塑胶卡片上 别当经贿医师 每张卡片里的小芯片,早已在联盟系统里 为新定位了 你看看,这小小芯片,就在这身份证里面 以前只能用雷射条纹来防尾,现在新型的身份证里的芯片 加上表面的太阳能薄片 这张身份证就是一个小型讯息发射器 这个就是当年西方世界一直处心几率 要阻挠东方大国5G发展的真正原因 连线速度决胜一切 如果有人拿了别人的卡片做坏事 不论当事人是否报备医师 这张卡片行进的路线都会被记录 也可以连线各途径的监视系统查看 如果确定是犯罪事实 天上的卫星定位之后 还可以来个及时转播 刚好成为破案的证据 因为罪名是身份证使用者与本人不符 有盗用嫌疑 而立即启动网络通缉令 而且每个刷卡消费点都有摄像镜头 与人脸辨识系统连接 称之为神之眼 一旦发现通缉对象 收银台及警察局的荧幕 就会自动显示通报知法单位 派人询问或逮捕 一般遗失的人还没发现卡片遗失 人工智能系统已经通报警察单位 身份证与本人相距过远 警察单位可以立即查询身份证所在的位置 所以捡到卡片的人都会就近交给附近的商店 或是让卫星自己定位查找 只要遗失的人进行通报 只要遗失的人进行通报 警察单位就会立即通知你卡片的位置 也许就放在你自己家里书桌左边的抽屉里 卫星定位的精准度已经在十公分范围内了 这时代卫星定位和绳之眼已经广泛的应用了 所以这个芯片系统除了用在身份证 也用在了你的汽车 你的手机 甚至你的小狗项链上 东方联盟其实已经达到了 入不时宜 外户不避的大同世界了 人类仍然是习惯的动物 基于展示身份及使用设备权限的安全需求 仍然保留用塑胶卡片 进行身份认证的方式 虽然以前都用手机条码进行电子认证 或是在身上植入芯片 或者用银行联通卡进行消费 仍然因为有许多不当的后遗症 都逐步被联盟政府给淘汰了 因为手机是有使用权限的 重复设定常常造成新旧混淆的弊端 以及于而转进转出的手续成本 而植入人体也会造成多余的手术费用 是不符合经济效益的 婴儿一出生完成登记后 就会发给一张身份证了 开卡完成后自动生效 由监护人负责保管 联盟政府的研发团队都是由各国精英组成 几十年来最经济实惠的身份辨证方式 就是这张塑胶名牌 这是几千年来最被认可又方便的方式 然而这张卡片里面的智慧结晶 却是加上了高科技的产品 反照也是难散加难了 仿照也没有意义 太空中的监视卫星早就超过数万颗了 就像天空贝亚的眼睛随时盯着你 举头三尺有神明呀 汤姆创办这家TMD公司 就是整合网络资续神之眼的私人软体公司 它由于自己发明的整合软体被政府认同 于是与政府合资创立公司 汤姆继续介绍着手中的身份证说 金融卡其实就是身份证上面增加上消费的权限 只需要在联盟云端系统电脑里 加上消费卡的设定作业 卡片外观上没有任何不同 而个人金融卡代表的含义是 除了身份的象征 也多加了价值的象征了 拿自己名义的金融卡购物 即是在这世界上 这个人已经有属于自己的价值了 或者说是 已经可以为这个世界创造价值了 这个时代由于电子货币的全面使用 东方联盟的所有银行也只剩下一家 即过去所知道的中央银行 各个国家地区的各大银行都合并到一起了 成为这唯一一家银行的分公司 也都是连接联盟银行运算系统 因为时值的钞票早就消失了 银行员已经无事可做了 汤姆站起身从书架上 拿出一本泛黄的书本 书名是富爸爸穷爸爸 汤姆手扶着书架 对着记者接着说 在以前人们经常热衷于投资理财 增加被动收入 即所谓的非劳务收入 而不失劳务生产 西方资本主义世界里 整个西方大国里面有超过一半以上的人 都坐在荧光幕前面看着数字上上下下 年轻人也不愿意从事基层的生产劳动工作 每个人都在追求着金钱数字变多 还是在之前那一场世纪灾难的蔓延之后 又接连发生了几个大灾难 各地病死的 战死的 饿死的 抢夺食物而被杀死的 不计其数 老板被员工抢夺 有钱人被穷人抢夺 政府的物资被民间抢夺 各地区发动局部战争相互抢夺物资 许多住在农村家庭的族群 反而自己跟做食物的农民活了下来 你说好笑不好笑 天威难撤呀 后来联盟政府开始推行电子货币 就是透过电脑网络和手机 知道自己有多少钱 并不必用实质的钞票进行付款 所以实质的钞票渐渐消失了 中央银行也因为不必印钞票而节省开支 各大银行的柜台因为没有所谓现钞存钱领钱的项目 开户手续也都透过网络进行登录 所以实体银行的服务功能也渐渐减少 银行的人事开销也大量金简 接着而来的是连借钱及贷款的功能 也被联盟系统的个人信用评级限制了 就是想借钱想投资越来越难了 限制条件越来越多 最终个人借贷的业务也渐渐停止了 就像呼叫器BB Core一样有了手机过渡型的产品就消失了 银行员这个行业也逐渐消失了 几年之后金融法规推陈初心都是以民生导向 都是以联盟营运人民收支平衡为优先考量 在考虑企业利益需求 而银行企业以借贷服务及转投资赚取地差的事业 也被法规限制操作 而逐渐消失的利润 最终都被中央银行逐一并购了 几次的金融危机给世人相当多的机会教育 因为透过大数据分析 借款、贷款对银行、企业、个人都有风险 容易会造成呆账或个人信用破产 次贷风暴、国贷泡沫、工货膨脏 都是因为利率起伏及借贷造成了银行或个人盈亏的主因 因为太多人是透过非劳务所得 只是坐在电脑前面买进卖出 全国真正投身于物实的商品生产的收入 长期不足 大部分物资都必须仰赖国外进口 自己国家没有完备的生产工厂 就拿口罩来说 听说那个时期 竟然用国家的力量在抢口罩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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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方大国因为超前准备 在那次灾难中坚定自己的立场 而保留了全方位自给自主的内循环工业体系 民进的国家都提认到产业合作的重要 整合供应链互通有无的重要 尤其是粮食及能源合作的重要 也都愿意排除原有的国界思维 组成了联盟 汤姆翻开书中的一页 书上的一张插图标明着四个文字 BESI 汤姆指着书上的插图 对着记者说明 在过去的资本社会中 人们被分为四大类 企业组B 劳工E 自营商S 和投资客I 汤姆坐在书桌前 拿起了笔 在纸上画了一个等腰三角形 在每个角落旁边 各卸上一个英文字BES 抬头接着说 投资客I消失了 这个社会更平衡了 有钱出钱当企业主B 有力出力当劳工E 有钱又有力的人 就当自营商S 每个人都在社会中 创造了自己的价值 创造对别人对自己 都有好处的价值 利人利己 外面太阳渐渐西沉 下午5点 记者辞别了汤姆 已出了书房 媳妇就随后进去书房 推着汤姆坐着的轮椅 来到了餐厅 汤姆夫人已坐在餐桌旁 汤姆和夫人两张轮椅 同样的并坐在一起 汤姆夫人说 欧巴今天吃韭菜水饺 配酸辣汤 还有你最爱的阿发鸡排 喜欢吗 哈哈哈哈 汤姆枪脸靠过去 在夫人的脸颊上 切了一下 说 阿姿 我真高兴 找到阿发鸡排的配方了吗 好久没吃了 后面一句是汤姆 对着媳妇说的 媳妇回答说 是阿姆想到要加红蛆 才会红红的 汤姆对着同桌的 两个真孙子说 您太周公太周妈 当年做的红烧肉 就是加这个红麴 在班嘎菜市场 卖得很好 超级好吃的 富豪之家一顿晚餐 简约朴实的五菜一汤 除媳妇 还有两个上小学的真孙子 一起愉快享用 大刀子心也别笑微风 全邪别冷 将心袖乎 人无独几几几 无独子几几 迟老有所重 装有所勇 勇有所长 欢欢欢呼呼 美极正皆有所谅 那永恳 与永恢 我无心心里一远 不离草与迹 命不禁不处 身边不离危机 心疯一而无心 当千万黑而不重 乖乖乌乌乌乌 是为大佛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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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